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 你不要疲于奔命的一直在追股票 你往往看到今天墙追进去 明天就sayonana 对 真的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套出股票你基本上你要有一定的看法 你要对于产业有基本的研究 不要因为一天涨就去追 你要锁定的是它能够持续涨的 那种股票有押回逢低接 这样才安全 昨天美国跟欧洲都是跌的 道琼昨天跌了129点 欧美股市跌什么因素 还是乌克兰的问题 因为乌克兰不管是东部或者南部的城市 这血腥冲突的事件越来越多 关于昨天所发布的基本面其实都还不错的 美国三月份的贸易赤字 从二月份的419亿 缩小三个百分点 贸易赤字缩小代表怎么样 是不是代表美国的经济是越来越好的 因为它外销 三月份的外销出口大幅成长21% 出口成长是9个月最大的一个升幅 所以代表美国整个景气是不错的 那欧洲四月份 欧元区四月份的服务业PMI 也从三月份的52.2升到53.1 这是三年来最好的一个数字 所以可见得整个基本面是不错的 那当然短期之内短线上 涨涨跌跌跌跌跌跌落落 那你不要太在意 因为毕竟美国股市在历史高点 欧洲也在历史高点 当股市在历史高点的时候 它是很敏感的 有任何风吹草动 都会触动很多的敏感神经 所以任何的消息 都让它股市起起落落 重点在于整个趋势有没有变 如果整个经济体 整个经济架构 还是很稳健的话 那其实这种小张小跌的一个影响 你不要太在意 所以美国跟欧洲 随时都有机会在供 因为最近所发布出来的经济数据 都还是乐观的 都还是正面的 所以欧美股市随时都还是有供的机会 好 那今天亚洲股市 是受到欧美股市的影响 几乎全部都大跌 日本跌了300多点 香港跌了200多点 台北股市只跌19点 算了不起了 算了不起了 那为什么台北股市会跌那么少 当然是有因素的嘛 对不对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外资还是在压多方 虽然说最近股票的部分 买卖超已经变少了 因为之前一路大买 已经买了快2000亿了 所以最近外资在加码的动作是减少 可是它在台子期的部分 净多当还是高达2万口 所以可见外资不管是在股票 或者在期货的部分 其实它压多态势还是没有变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我们昨天有谈过嘛 对不对 昨天涨41点 昨天冒出头来的竟然是金融股 那冒出金融股来 很明显那种 有一只手在撑盘的 那这撑盘的动作 现在是5月份嘛 5月份有个520 对不对 520 总统施政满意度的报告 以今年度 台湾的经济是不错的 可能很多人感受不到 为什么感受不到 因为你如果没加薪的话 你感受不到的 大多数要加薪是不容易 那没有加薪 物价在涨 你感受不到景气的好 可是像我们每天都在看财务数字的 我们知道 光是三月份 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132家 这个132家已经是 最近在六年来最好的一个月 是 你知道往往第一季 都是开始进入淡季的时候 那在进入淡季的时候 竟然有一百三十几家 创下六年来最好的一个月 代表今年景气是不错的 那既然今年景气不错 那总统的520就职演说 应该讲施政满意度演说 就不会给他太难看嘛 懂什么 因为既然景气真的是回来了 欧美也不错 那如果说 总统在520要就职 在演说的时候 在演说前股价已经跌了一大段 那他这个颜面摆在哪里去啊 尤其今年度要选六度 对 所以最近那种520护盘的动作 已经很明显在开始慢慢有出来了 所以在这两个条件之下 你说这个盘要落在哪里 不容易 不容易 我们昨天跟大家谈过嘛 我们昨天跟大家谈过 在大盘的部分 虽然4月25号打了一根长黑棒下来 可是整体来说还在整个上升轨之中 只是这根长黑棒170点 它是带量1300亿的 所以带量1300亿 这根是实质的卖压 所以这根的高点 8951 如果没有办法跨上去的话 那这个行情 它会进入相形震荡的一个走势 这是最近一直跟大家提醒的 那8951有没有跨上去 还是没有嘛 对不对 那既然没有 这里来回震荡是正常 可是在震荡之中 资金它会一直轮动 它会一直轮动 你看今天早盘开盘跌下来 最多跌55点的时候 也是有强势股冒出头来啊 对不对 今天最强势在哪里 今天最强势在网路股 今天第三方支付的股票 不管是网家商店街 或者是东森 这是大家涨停板 另外游戏软体股 今天也爆涨 全面涨停 你知道昨天最弱在哪里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最弱跌多一 昨天美国股市最弱 就是网路股 昨天美国银行股跌 网路股 网路股跌更多 你看股王Plus Line跌1.9% Google跌2.4% 昨天苹果也是跌了 推特 昨天推特跌最多 跌到快18% 为什么推特会一天跌那么多 因为在美国市场 他们有规定 一家新上市的公司 大股东他有避所期 半年之内 不可以卖股票 那推特上市正好满半年 是 所以市场担心说 满了半年之后 大股东会不会卖出来 这是很好的想象 因为任何一家公司上市 是为了什么 赚钱 就是要卖股票 任何一家公司 他要申请上市 就是大股东要卖股票 那不然你说 像我们国内的 有一家老牌的食品 义美 义美 很赚钱 那他为什么不上市 因为老板说 那么赚钱 我干嘛分给人家赚 所以他就不上市 那要上市 就是大股东他要卖股票 所以美国他规定是 上市半年之内 大股东不可以卖 那是要避所期 那昨天 避所期满了 所以市场担心 大股东倒出来 所以有推特就先卖了 所以昨天推特一天 跌到17% 很恐怖 包含亚马逊 昨天也跌了4% 昨天3D细腾是 涨最多的 在大跌之中 他是逆市涨的 因为3D细腾是 这段期间 他跌最多 这段期间 美国股市在涨的时候 3D细腾从97% 跌到3下40几 腰斩了 所以他跌升盘弹期 也很正常 其实昨天美国股市 最共的一支股票 美光 昨天美光还 一度创12年新高 收盘的时候是收平盘 TESLA昨天也大跌 今天晚上注意哦 今天晚上 TESLA要发布 第一季的财报 这里要注意 那我们谈到 今天台北股市 网路股大涨 昨天网路股 美国是大跌了 对 结果美国大跌 我们今天竟然是大涨 我们今天 竟然是大涨 但网路股我也没有 今天网路股大涨 我也没有 因为我不可能 疲于奔命 疲于奔命 今天涨什么股票 我就带回去追什么股票 没那么多钱 也没那么多 每天体财性的股票都蛮多的 你不需要什么都有 不需要 你只要用心去研究 哪些股票 它有长线波段的一个爆发力 趁它压回的时候 你买就好了嘛 对不对 与其你把资金打散到十种二十种体财 还不如集中在一两种体财 效果是一样的 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网路股 全面涨停 难保它明天又下来了 难说 因为最近轮动得很快 对 那今天我们是在布局什么 记不记得礼拜一 F再生 确定被冤枉 开启了F股的大本宫 所以在礼拜一的时候 我就提供给大家这份 被错杀的F股 这里面都是业绩最好的 北比最低的 当天我就跟大家谈过这支股票 F淘地 我说这个也是被错杀 因为F淘地很赚钱一家公司 一年去年赚十二块七 今年第一季又赚三块一 单季获利再创新高 那F淘地做什么的 做铜装的 中国大陆做铜装 以前中国大陆是一胎化 那现在变成改成两胎化 所以一胎跟两胎差在哪里 差在人口增加一倍 对 所以做铜装的 那个市场 当然是会更好 对 所以它是长期很抗好的一个行业 从上市250 之后一路跌 跌到159 好不容易才一回稳而已 又遇到F股的关系 被错杀 那这个就是标准被错杀 所以在礼拜的时候 特别跟大家讲到 F再生事情一水落石出之后 马上拉两个涨停板 马上拉两个涨停板 你切不进去 那这两天压回 你就要找机会切嘛 对不对 我们也是接F淘地啊 对 F淘地 170 可以建立持股 可以建立 有压回6 再做加码动作就好 你看今天F淘地也是涨啊 大部分2929 我们来看一下 对 今天2929 淘地 也是一度大涨到179 你知道170买到179 也9% 大概有5-6%了 F淘地 这个才刚开始而已 这才刚开始而已 这很明显都还在底部 有没有 这很明显都还在底部的股票 都还在底部的股票 以它上市的价格来看 目前还在底部 所以这种股票也是符合 零合业最爱 最赚钱的公司 股价在底部 北比很低 今年F淘地市场预估 大概有15块钱 如果15块钱的话 目前股价在170 北比才11倍而已 也是一档高获利 高成长低北比的个股 那另外一档 F股 被错杀的 到底 F敦泰 对 F敦泰当时 大跌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过 这也是一档被错杀的股票 为什么说它被错杀 因为它在IC设计股里面 它是最赚钱的一家公司 它是最赚钱的一家公司 就讲完之后 是不是上来了 对 我说它被错杀 是不是隔天马上开地就上来了 很快从225就上来258 之前这一波 从200做到315 大家都记得 对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 50% 那这次又来一次 就是让它减便宜会有机会 一样是IC设计股 它们走势会有同步性 你把联发科 跟F敦泰 你把它同步来看 是不是跌的时候一起跌 涨的时候一起涨 有没有 这一波联发科上去 为什么F敦泰下来 因为F敦泰跟需要 有谈到合并的问题 所以市场解读不易的结果 有股票的人杀出来 所以说这个太委屈了 因为联发科去年一股赚20块 F敦泰是30块 比他多了50% 比他多50% 结果联发科已经五字头了 F敦泰竟然只有他的一半而已 你说他不是委屈吗 第一季联发科是6块8 F敦泰估计大概有6块半 也是差不多啊 有时候平常比较碎寒 这个就被错杀嘛 你看今天F敦泰 5280导播我们看一下 今天大盘跌的时候F敦泰 也是逆四大上来 最多涨了4% 最多涨了4% 来到252 收盘的时候也是收高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指数现阶段 他没有太大空间 肋骨之间他会 资金一直轮动一直轮动 你不要像无头苍蝇一样 看到什么去就对什么 你赚到最后 你都会接到最后一棒 还能够去找一些 基本面很好 股价在底部的 跟他做一个波段 这样反正你能够赚到钱啊 而且能够赚到大钱 好那F敦泰会涨 那跟他谈合并的需要 当然也会涨 对 导播我们看一下需要 3545 今天3545开盘也是几啦 对也是几啦 目前法轮圈 外资已经把需要 喊到68块钱了 已经花到$8 因为他三月营收是创历史新高的 首季营收是历史次高 目前估计第二季 公司说第二季 会成长27% 所以第二季营收 会再创历史新高 第一季的财报已经出来了 第一季是1.08 原本估0.8 实际发布是1.06 所以今明两年第一季都1.06 第二季营收又创历史新高 所以今年最起码4块钱跑不掉 起码4块以上 所以外资圈已经把目标 拉高到68块钱 那拉高到68 今天股价也不过才50几块而已 这个线形我也给大家看过 这个线形很漂亮啊 这条是半年线 很明显需要他是以半年线 为多空的分界线 在半年线以上是多头 破半年线开始变空头 重新站回半年线之后再转多 那这次下来之后 因为合并的关系下来之后 正好又锁住半年线又上来 所以回半年线是最好的买点 对是不是一回半年线之后 马上很快的 三天时间马上急涨20% 所以指数在这个地方空间不大 可是有很多轮动的股票 还是能够提供给你很高额的报酬率 我们紧接来看一下华雅科 华雅科今天就没有像昨天那么强 对不对 昨天涨停 礼拜一也涨停 哎今天跌六毛 今天华雅科为什么跌 因为昨天下午 华雅科发布四月份的营收 四月份的营收 六十四点六二亿 比三月份衰退七个百分点 所以很多人看到 哇 华雅科四月的营收是衰退的 所以一开盘之后就杀出来了 有时候在解读数据的时候 你要有正确的判断 不要那么简单 听到业绩衰退 你股票你就杀出来 华雅科没有错 四月份是衰退的 四月份是衰退的 比三月份衰退才多少 七%而已 三月份六九亿 四月份六四亿才衰退七%而已 你要了解原因嘛 因为四月份的工作天数 四月份的工作天数 是比较少的嘛 嗯 为什么四月份工作天数比较少 记不记得 放很多假啊 有清明扫墓节啊 对啊 清明扫墓节那个礼拜 是休四天假的 是休四天假 拜是拜五 还是休四天假的 那每个月的工作天数 有些工作天数比较多 有些工作天数 因为假期的关系 比较少 这个难免都会影响到 一家公司它的出货 所以少个三%五% 其实如果在那种工作天数 比较少的天数里面 少个三%五% 其实都很正常 其实最重要是这个 虽然比三月份衰退七% 可是 比去年 大增 八十七% 这是一家很大型的公司 六百多亿的公司 一个月营收 六十几亿 一个月营收六十几亿 一个月营收六十几亿 你要比去年 一年成长八十几% 對不對 第一季比去年同期 同期大幅成长一百三十四% 那是很不容易的 你知道去年 华雅科 三点六六 今年一倍的话 今年营收如果翻一倍的话 今年会多少 那个数字不是五块钱 现在法院圈在含五块钱 搞不好是七块钱 搞不好是七块钱 所以你不要看这个 这个衰退七%你就吓到 你会为什么不看后面这个 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这么多 对不对 所以今天很多人 看到营收衰退 过来有什么都 没错 可惜啊 啊可惜啊 你知道 礼拜一外资 华雅科 外资买六千六百张 三大法院买八千三百七十五张 礼拜一是什么行情 礼拜一华雅科是涨停板 礼拜一华雅科涨停板 外资大买 三大法人大买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礼拜二涨停是 法人圈推上去的嘛 对不对 昨天礼拜二 外资又买六千三百张 三大法人买更多 买到九千两百八十五张 昨天华雅科 又是一根涨停板 昨天华雅科又是一根涨停板 那昨天涨停板谁推的 还是外资推的 所以这个礼拜 华雅科连刷两天 两支扇停板 都算败了 都是法人圈推上去的嘛 那法人不怕你怕什么 是不是 法人不怕你怕什么 所以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 华雅科 你不要把它给做小了 你不要把它给做小 什么意思 但是 一档个股如果它会大涨 你就因为 一点点消息因素 就赚一点点就跑掉 那太可惜啦 太可惜啦 这次华雅科做的最漂亮就是我们啊 就是林和彦啊 对 在还没起涨的时候 华雅科 24块半 24块钱 我们就开始带会员买 尤其节目里面 每天跟大家谈 我相信你每天看我节目里面知道 你有答案吗 有没有 有的话你就知道 那个滋味是怎么样 对 如果没有的话 当然你心里面就很痒 对 你看 三个礼拜时间内 从24块半一路飙上来 昨天到36.55 今天最高有到36.3 49% 49% 三个礼拜时间 600多亿的股票能够飙到将近50% 很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啊 这叫重置层层啊 一般如果像那种中小型股几百张 那个都没话讲 筹码锁定之后 杂人家 可是那种股票你买来之后 你不见得下得了车 可是这种 华雅科股本六百多亿 每天成交量十万张十五万张 那是重置层层啊 法人圈 三大法人 加上市场派 加上林何彦的力量 又加上很多 看好他未来的人 大家一起重置层层推上去的啊 所以他的趋势不会那么容易变的 懂为什么 你看 除了大波段 已经49% 单股周周发的强短线 第一波三十买 三十三买也10% 压回三一再接 上来又18% 你看光是强短线 两个礼拜就28%了 就28%了 我跟大家讲过 华雅科 不要把它给做小了 华雅科在二十几块钱 一开始我们推出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预告过 这个会破啦 因为当时来四十四块半的时候 才赚两毛钱 今年最起码是五块钱起跳的 起码五块以上的 所以这一定会破嘛 你看说着说着 当时在二十几块 现在都已经来到多少 来到这里了 三十六点多了 美光更不用讲 美光早就破 二零零六点的高点 over那么多了 昨天要创新高 所以华雅科 没有那么快结束的 你把它跟 台积电还有世界先进来比较看看 你可以看得更清楚嘛 台积电赚一块八 华雅科赚一块八 一个三十几块 一个百几块 这敢说的够 跟世界先进比好了 世界先进才赚八毛钱而已 就已经四十几块钱了 华雅科赚一块八 跟三十几块 所有的过去吗 所有的过去吗 所以好不容易一档 能够让你赚大钱的股票 如果你把它给做小了 那就可惜了 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 在公表市场 你要贪大钱 你怎么 当你好不容易 逮到一档能够赚一倍的股票 你要有信心跟他赌一波嘛 是不是 百万上亿操作法 百万上亿操作法 逮到一档能够赚一倍的股票 一百变两百 第二次两百变四百 第三次四百变八百 七次就好 第七次就变一点二八亿了 不要多你一年做一次就好 你知道每年涨一倍的股票很多 对不对 你只要能够逮到一档就好 一年逮到一档就好 有没有可能 觉得有可能的嘛 可曾我们就逮到给你看了嘛 对不对 从一百三到现在已经一百一三%了嘛 可曾我们就逮到了嘛 对不对 那华雅科是不是又是一次 你一年只要能够逮到一次就好 一年只要能够逮到一次 七年百万就上益了 七年百万就能够上益了 很多人想天方夜谭 你没有试着做做看啊 你没有试着做看看啊 当你找到之后 当你真的达到之后 那多美的事情啊 股票市场竟然 就是要赚这个钱才有用嘛 是不是 人家说竟然股票市场 是要圆梦 怎样圆梦 这样做才是圆梦 那当然一次要赚一倍 要有信心啊 你如果真的没信心破不了 如果没信心的 那你就乖乖跟我们单股周周发嘛 我们一个礼拜做一档 一个礼拜做一档 慢慢做嘛 五天之内强迫你 获利出清 所以绝对不会套牢 把资金集中 利润极大化 你不要做你一个星期 贪5%就好 一个礼拜赚5% 一个月有四个礼拜 一个月也20%啊 那个累积下来是很可观的啊 你看我们推出单股周周发之后 第一周9% 第二周11% 第三周 华雅科又18% 三个星期加起来已经 快40%咯 快40%咯 所以 比较没信心的 你就干脆直接跟着零和宴 单股周周发 一起來操作 这个礼拜母亲节 我们母亲节 特别又会活动 是 等一下广告你可以特别注意 是 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这个稍后回来 再请和宴哥继续跟大家介绍 这个单股周周发的操作方式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次和宴哥继续 LCS5 啟動我的新生活 有困擾嗎 快打免費諮詢專線 0800-017-017 贈送有國家認證的試用包喔 三立財經台 輪源投顧專業為您服務 下午兩點時間密碼 精通時間轉折 事前掌握每一個獲利企機 堅強的服務團隊 帶給您第一手訊息 諮詢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你有長期胃痛 胃食道逆流的困擾嗎 快打免費諮詢專線 0800-017-017 贈送有國家認證的試用包喔 阿姨 你還好嗎 我在看連續劇了 喔 你才用平板 這我女兒送給我的耶 你看 我可以隨時打電話 玩遊戲 拍照也好清楚喔 Jimmy 遠傳平板搭配新一代高速網路 速度最快 這是我女兒 她還沒有男朋友喔 大公 我們現在就是遠傳買平板 送給媽 好 今年送給媽咪最聰明的禮物 來遠傳半平板 多款平板0元起 現在買Samsung全系列平板 獨家加碼 送藍牙喇叭 王信潔老師親自傳授的 波段轉折交戰秘籍 破盤體驗班來了 您進出股市總是多空不明 錯失轉折點追高殺低嗎 學會一生好功夫就能領先市場早知道 洽詢專線 02-7725-1377 7725-1377 你有長期胃痛 未時報逆流的困擾嗎 快打免費咨詢專線 0800-017-017 贈送有國家認證的試用包喔 回到節目現場 到底跟著何彥哥怎麼做 何彥哥快點告訴大家 好的 做股票其實講究的是方法跟紀律 如果你信心夠的人 百萬上億 這是賺大錢的方法 如果信心不夠的 就單股週週發嘛 你看我們連續三個禮拜下來 目前我們現在第四波喔 做第四波喔 這種做法有興趣的 跟上我們的行列 一個禮拜只做一檔 保證不套勞